如何移动或迁移一个网站 在我开始之前,我想为我的其他视频做广告或宣传 这一部分大约有三分钟长 下一节是视频的开始,所以你可以跳过这一节 促进我的工作 这个视频是中文的 这一部分大约有四分钟长 因此,你可以跳过这一部分 下一节应该是视频的开始 我必须要推广或宣传我的工作 另外,我的一些其他视频可能会有帮助 这些只是我的几个视频 如果你看上面,你应该看到一个白色的小圆圈 如果你点击这个圆圈,它应该给你一个我的其他视频的列表 这些视频是中文的 此外,应该还有另一个白圈 如果你点击这另一个白圈 它将带你到我的其他YouTube频道 我关于谷歌的视频包括 谷歌上的免费网站托管 对于我的视频订阅网站 我每月在谷歌上支付29美分的网站托管费 如何在谷歌上升级 如何在谷歌上降FE改为1、2 为115%所知的人提供Final Cut Pro 我设计这个视频是为了让人们能够轻松地理解Final Cut Pro 并且能够在今天创建和发布视频 此外,我还有关于如何在Final Cut Pro中安装插件的视频 Final Cut Pro工具 如何在Final Cut Pro中为图片和视频创建动态缩放 另外,还有为那些对音乐一无所知的人提供的Garage Band 我为那些不会演奏乐器、不会唱歌 对音乐一窍不通的人设计了这个视频 他们今天可以创作音乐 WordPress 如何开始 这个视频是为那些刚刚开始并感到不知所措的人准备的 我表明,所有这些东西都很容易学习 最难的部分是开始 如何在网站上添加视频 一个视频订阅网站 在这个视频中,我展示了如何保护你的视频 使人们无法窃取、下载或链接到你的视频 如何将一个视频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这包括音频和声音 我将我最受欢迎的视频翻译成11种语言 我展示了我如何在一天内将2到4个视频翻译成不同的语言 我在YouTube上赚钱的策略 这个策略将使我能够从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赚钱 此外,我还展示了为什么视频的报酬率或CPM 不是基于你的频道或视频的浏览量 不是基于你的频道拥有的订阅者的数量 不是基于你的频道或视频的主题 如金融、旅游、冥想等 而不是基于你的频道的受欢迎程度 另外,许多人不知道CPM每天都在变化 在视频标题下,单击显示更多 然后您将看到所有链接 在左侧,如果您单击带有图片的小圆形按钮 将带您进入YouTube频道 这是该视频的开始 要把你的网站转移到另一家公司 比如把网站从GoDaddy转移到Siteground 需要两个步骤 第一步,你必须把你的域名指向其他供应商 第二步,你必须制作一个网站的副本 然后将这个副本上传到新的供应商那里 这被称为迁移你的网站 这可以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完成 你可以使用一个叫做WP Vivid Backup的免费插件 或者你可以使用WordPress的导入导出工具 如何更改WordPress中的语言设置 要更改WordPress中的语言设置 请转到左侧,然后单击设置 然后点击通用 然后转到站点语言 从下拉菜单中,您可以将WordPress更改为任何语言 第一步,将您的域名指向另一个提供商 这一部分被称为将你的域名指向另一个供应商 如果你不能自己做这一部分 然后告诉你的主机提供商 你正试图使用你的NS记录 将你的域名指向另一个提供商 他们应该知道你的意思 这四条记录是NS记录 这些记录告诉世界你的网站的位置 复制所有四条NS记录 不要复制句号 句号会把事情搞乱 现在,你必须去你得到你的域名的地方 我从GoDaddy得到我的域名 我必须进入GoDaddy的DNS记录 并将GoDaddy的NS记录改为这些NS记录 你必须在你得到你的域名的地方做同样的事情 粘贴每条NS记录 不要有句号 撇开句号是非常重要的 这告诉世界,我的网站不是在GoDaddy而是在谷歌 这可能需要几分钟到几天的时间才能见效 第二步,迁移或移动一个网站 如果你已经完成了你的网站 或者部分完成了 有两种方法可以移动你的网站 而不必重新创建你的工作 第一种方法是使用一个插件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WordPress中的导入导出工具 在你迁移或移动你的网站之前 你必须停用安全插件 缓存插件和CDN插件 有很多插件可以迁移你的网站 插件方法将创建一个完整的网站副本 其中包括所有的插件 主题、密码、用户的ID、页面、帖子和评论 插件方法将用被转移的网站的根域名 替换网站的根域名 例如,如果当前网站的根域名是water.com 而被转移的网站是lisa.com 那么water.com将变为lisa.com 所以,在你使用插件的方法之前 要确保域名是相同的 我使用了名为WPVV Backup的插件 这是一个易于使用的插件 下面是WPVV Backup的一个快速演示 点击安装并激活 有一个按钮 上面写着现在备份 有一个按钮 上面写着上传备份 有一个按钮 说是备份 有一个按钮 说是恢复 有一个按钮 上面写着下载备份 你可以把备份下载到你的电脑 或任何云存储 在你恢复你的网站后 如果你使用名为Oxygen或Elementor的页面生成器 那么你必须进入Elementor 然后点击工具 然后点击重新生成CSS 再点击同步库 然而,你必须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到顶部 点击替换URL 这个页面将确保你不必重新链接所有的媒体文件 如图片、PDF、视频、音乐等 如果我的旧网址是http-lisa.com 我想把https-lisa.com.http 应该是https 或者 如果我的旧网址是https-www.fiidi.com 我要把https-bankruptcy.dafi.com 第二种方法是使用WordPress中的导入 导出工具 WordPress中的导入 导出工具不会改变网站的根域名 然而 它不会创建你网站的完整副本 它不会导入插件、主题、密码或用户的ID 它只导入网页、帖子、图片、视频文件、音频文件、媒体文件和评论 因此 在你使用WordPress的导入 导出工具之前 一 确保你有所有相同的插件 并且正在使用与被导入的网站相同的主题 二 如果你使用名为Oxygen或Elementor的页面生成器 你仍然需要重新生成CSS 同步库 并替换URL 现在 点击工具 你会看到导入导出 然后点击导出 这个页面将导出所有页面 帖子、评论、图片、视频、所有媒体 这个页面将导入所有页面 帖子、评论、图片、视频、所有媒体 请点击订阅 谢谢你